淡水的岛就是太平岛 其他岛屿都是礁石 其实这些岛屿呢 美国人在1956年到1960年 跟台湾很多有这个电船 都有记录的 就承认南海这些岛礁 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美国人可不可以使用 美国人还建了一个岛 做侦测战做了半年 而且还要求蒋介石把这些岛 给菲律宾或南越 蒋介石不愿意 当年命令的陈臣 命令他上面的将军反对 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 可是后来这些岛屿 有一些就丢在李登辉的手里 因为认为太难控制了 因为花太多勤费了 离台湾太远了 唯一首数就是太平岛 然后其实越南占的岛礁最多 菲律宾也占了 现在中国又跑回来了 可是中国跑回来 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不承认中华民国 你怎么能够去拿南海 问题当年所有的法律条文 都是传承中华民国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现在问题就是中华民国还存在 问题就这样子 中华民国还存在 就是说中华民共和国 其实两个都是一个中 因为中国这个概念是中华民国出来的 因为讲1982年海洋法的问题 因为讲到中国这个概念 过去是没有中国这个概念的 大清帝国 广东人叫唐人 或者是大民国 不是 日本一个地方叫中国 中国地区 他们的中国的人 晋国中国远国 所以中国这个概念是 中原华下中华民国 当然是孙中山用了什么这个 朗起超之间人还搞出来的 张太炎 可是讲到南海这个问题 如果说当年马英九政府的时候 胡锦涛或习近平 应该跟他配合好 其实当时有希望 可是现在的话呢 是绝对没有希望 因为现在中国这样做的话呢 国际上面站不住脚 而且他的外交部反应非常不对 因为中国这个问题 我们稍微懂点法律的人就知道 盧律师他是海洋法专家 他给你讲一讲 郁晋 那我插起一句话吧 就是中国的立场是很有问题 1982年的法律海洋法是 其实是中共带头搞的 美国不参加 因为它是切除到两百海域的 经济海域的问题 那现在这次 这个菲律宾提出的不仲裁 完全按这个1982年的法律来办 那中共就说不承认 它不承认你有可能会打输 但是我的判断是这样 你不承认的结果 比你去打输还更糟糕 因为你菲律宾 因为越南马来亚 你一定是把这个法律做根据跟你谈吧 逃不掉的 除非你中国先退出一种法案的法律 然后改选国际法 大家承认 你看新加坡中国到尾的欧邦中国讲话 那菲律宾不讲话就是看法起来嘛 对不对 越南不用讲 对不对 中国的问题上有不利的 而且最大问题是这个海洋法 海洋判决 冲众裁 对谁最不利 对日本最不利 假如太平岛不是岛的话 冲是鸟 还有钓鱼岛都不是岛 那日本的地产完全没有 那中共因为自己 把自己嘴封死了 这个就是误活了 要不要这个海洋法 这个 你不承认海洋这个仲裁 对中共来讲其实对不是有利 表面上说你不承认他 不承认你承认还糟糕 然后最主要是说你弄这个人跑掉了 这个观点完全不暂时 你讲你讲 为什么同来讲我完全不暂时 你不能站在民主主义立场来讲的就是那种 完全不暂时 当然是中国完全不暂时 怎么是暂时是美国的地界 我讲1980 你什么在国际 我说什么叫肩原法 你980签字的 谁签字 中国吗 中国签字 当然有阿 你们可以私下里讨论 所以我扯啊 你不能说我扯 但我没说你扯的 那今天活动就到此结束 很精彩 谢谢杨教授 杨教授给我们主导 以后希望杨教授多发表一些 让我们毛塞顿开的体验